本港反修例示威不斷 近來制定港版國安法又持續發酵 美國總統特朗普更加取消香港特殊待遇地位 台灣有聲音認為香港金融中心地位動搖 台灣有機會取而代之 但亦都有意見指出 從作為金融中心的主客觀條件看 台灣目前無法亦無能力取代 台灣聯合部發表評論員文章 指出隨著香港局勢動盪 中美貿易戰升溫 台灣能取代香港媽不斷被提起 在業內成為尷尬笑談 香港金融中心光環稍有退息 但台灣金融業要努力空間更多 回顧台灣金融業發展 主要伴隨實業壯大 如果想打造成為金融中心 亦必須忍受代價 只是匯率波動影響物價 恐怕民眾受不了 台灣經濟又以出口為導向 製造業擔心失去競爭力 恐怕亦會大舉反彈 評論認為 在香港金融中心地位退息過程中 與其討論如何取代香港 不如想辦法提升台灣理財市場 培育金融人才自行研發 設計金融產品 從不再多外國金融業的經銷商做起 另一方面台灣銀行業國際化不足 過去未伴隨台商在世界遍地開花 既然政策鼓勵新南向 台灣金融業除了做台商生意 或者找試點心間當地 再來談要不要做香港 或者會比較實際 轉看內地網絡直播的亂象 有網民在微博爆料說 河南一個滴滴車司機 在網上直播迷姦女乘客的過程 這段短片在全國引起轟動 事後滴滴出行公司報警求助 攝氏直播平台已經關閉 警方昨日調查之後說 片中所謂的男司機和女乘客 其實是一對夫婦 他們為了吸引人體直播 不惜自導自演色情短片 目前兩個人已經被拘留 國家網信辦、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等8個部門 今個月5日起展開為期半年的 網絡直播行業專項整治和規範管理行動 其中一項整治目標就是色情直播平台 而這種假迷姦直播發生於6月12日 正處於整治期間 陷阱頂峰作案以身示法 內地澎湃新聞網文章太平 攝氏夫婦不知廉恥 搞雙風敗族的色情表演 既需要法律的嚴情 又需要道德上的嚴厲譴責 不能姑息縱容 文章指出 目前網絡色情表演有新動向 不僅宣揚露骨色情 甚至還加入強姦、迷姦等犯罪元素 還通過冒充滴滴司機、外賣小哥等身份 來博取人的關注 既是無恥、又是教唆犯罪 即使迷姦事件是擺拍 亦依然教唆強姦犯罪 造成社會恐慌 甚至拿迷姦藥當成賣點 亦令公眾安全感受損 案中這對年輕夫妻 明明四肢健全 完全可以自食其力 但為了求直播打賞 賺取流量 完全喪失人格底線 這種無恥的角色扮演 亦侵犯了滴滴公司的名譽權 好了 節目時間到這裡 多謝收看